《夢的想像力》 潛意識令人具有超人的悟性和洞察能力 有許多科學家都認識到潛意識的重要性 奧迪生、馬科尼、凱特林、愛因斯坦等人都利用過潛意識 研究表明潛意識是許多科學家成功的決定因素 著名科學家弗尼特里克·馮·斯特拉多尼斯在試驗室工作了很長時間 他想知道六個碳和六個氫原子組成汽油時 他的分子色是如何排列的 這個問題困壞了他很久,但一直都沒有找到答案 有一次他坐車去倫敦時,他的潛意識突然向他顯示 一條蛇在咬自己的尾巴,而且盆船運動,好像個玩具封車 他的問題解決了,後來人們所知道的本環原子環形排列就是這樣產生 尼古拉·特斯拉是一位著名的電器設備發明家 當他心中有了一個新的想法時 他首先通過想像建造他的初形 他知道所有具體細節潛意識會自然而然地向他顯現 他經常默想如何改進,從來不會去過份探究 最後他向技術員陳述的就是他心中的成品 他說,幾乎沒有什麼變化,我所想的產品都是成功的 20年來,無一例外 阿加西斯教授是著名的自然主義者 他發現人在睡眠時潛意識的活動是不停的 他去世後,他的夫人在傳記中是這樣記錄了他的工作 他幾個星期以來一直在辨認石板中一條魚化石的種類 這個魚化石從外表看來有點模糊不清 疲疲之下,他終於放棄了辨認 有一晚,他睡醒向我說,他夢到這條魚的其他部分 他努力想記住夢中魚的細節,但也想不起來 他回到工作室想看著魚化石再去追上夢中的印象,但何無結果 第二天,他又夢到了魚,但睡醒後又忘記了 第三天,他睡覺前,在床前放了一支鉛筆和一張紙 希望再可以夢見魚 誰知在早上快醒時,他又夢見了魚,而且很清楚 他模模糊糊地用筆和紙在暗中將魚畫下來 早上起床時,他驚奇地發現,晚上他居然畫起了這條魚 他匆忙趕到工作室,用作紙按在紙上的草圖做起來 當魚化石完全暴露的時候,和他畫的魚完全一樣 最後他成功地辨認出魚的種類 幾年前,我收到一篇文稿曾經描述胰島素的發現 40年前,著名醫生弗雷德里克·班廷一直在關注糖尿病的事 他知道這種病被病人帶來很多痛苦 當時在醫學界,仍然沒有藥物可以對證下藥 班廷醫生花了大量時間進行研究試驗 想解決這個國際醫學難題 有一晚他很累就睡了 在夢中,他夢見自己從狗的退化疑腺管中抽出殘液 這就是胰島素的起源 他幫助了成千上萬的患者 班廷醫生一直在有意識地尋找解決方案 所以他的潛意識就回應了他 但不是所有問題一晚都可以解決的 有時候是需要一段時間,因此不要灰心 做到每晚臨睡前向潛意識發問 就好像從來沒有提問過一樣 遲遲沒有回應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你把問題看得太嚴重 或者認為你要很長時間才會有結果 你的潛意識是沒有時間、沒有空間的 他睡覺,相信你現在就會有答案 不要以為答案只會在將來 想像力的激勵和原型能力 洛斯博士是火箭學會會員 著名的電子工程師 他這樣聚述了他逃出骷虜型的經歷 在俄軍煤礦,我是一名戰夫 每天都目睹我周圍的人死去 我們被俄軍看管,有傲慢的軍官 空殘的士兵和狡猾的善人 在一次體驗之後,確定了每個人滑煤的定額 我們每個人每天要滑300磅煤 如果完成定額,火食就要削減 很快這個人就會完蛋 我開始想怎樣逃出去 我知道我的潛意識會找出辦法 我在德國的家已經被毀了 我的家人已經不存在了 我的朋友和其他人 要麼死了,要麼就在集中營裡 我對自己說,我要去洛杉基 我會想出辦法來的 過去我見過洛杉基的風景畫 我記得一些林陰大道和建築 每天我都幻想 我在威爾希爾大街上 和一個姑娘散步 她在戰前和我在柏林認識 現在是我的夫人 我幻想我們礦商店 開著車去飯館 每晚我都幻想 我要開車去那裡 我想像得很真實、很自然 就好像真的發生一樣 每天早上,看守的頭目 都要清點戰犯 她會大聲地叫數字 1、2、3 當叫到17的時候 這是我的數字 我就要站在一邊 有一次 當剛剛叫到我的時候 有人和看守的人打招呼 當她回來的時候 將下一個人當做17號 這樣,晚上回來的時候 人數不會少 要認真查清還需要一段時間 我逃出營地 一直走了一天一夜 在一個荒涼的小鎮裡過了一天 我找到一些食物 釣魚、捉小動物 後來我發現有一架去波蘭的煤車 晚上我就搭車去了波蘭 後來我又去了瑞士盧斯尼 有一晚在盧斯尼旅館 我和一對來自美國的夫婦聊天 那個男人問我願不願意去到她家打工 她家是住在美國加州的聖莫尼卡 我同意了 當我到達洛杉磯的時候 她的家人開著車來接我 看著窗外威爾希爾大街上的林陰大道 和高大的樓房 和我想像中的一模一樣 她正是我在幻想中整日出現的途徑 好像我以前真的來過這裡一樣 潛意識的奇特功能太偉大了 真的,她是怎樣工作的 我們沒辦法知道 很多考古學家和古生物學家知道 他們的潛意識可以幫助他們 在現任何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當他們研究古化石或者古物的時候 通過他們的想像力 讓潛意識幫助他們恢復舊時的景象 死血的人好像又活過來 可以聽、可以說 望著這些妙語 研究這些圖詞、雕像等等 他們可以告訴我們 未知是沒有語言的年代所發生的事情 那時的交流可能是通過細細聲說 或是一些手勢 他們靠著訓練有數的想像 換起潛意識的潛能 將妙語裝上頂、環境佈上花園、水池、噴泉 將化石裝上眼睛、肌肉 讓它們再走起來、說起話來 讓過去變成現在 其實人的心靈裡是沒有時間和空間的 你可以通過想像力 成為所有時代最有靈感的思想家 或者科學家的夥伴 向潛意識尋求引領 當你有了你稱為困難決定的時候 要立刻開始進行有建設性的思維 如果你擔憂或者害怕些什麼 說明你其實並不是真正在思考 真正意義上的思考是不應該恐懼的 這裡提供一個幫你解決問題的技巧 首先讓心情完全安靜下來 放下所做的事情 放鬆身體 讓自己沒有意志的活動 沒有主動性或者自我意識的智慧 你的身體是一個情感的錄製盤 將你的信心和感情錄在上面 想像你是多麼快樂 如果問題有了答案 去感受問題解決以後的滋味 讓心情好放鬆地去想 然後就去睡覺了 你睡醒之後如果沒有答案 就去忙其他的事 或者你的心被其他的事纏著呢 答案遲早是會有的 好像敲麵包機裡面的麵包一樣 是會出爐的 向潛意識尋求引領的時候 方法越簡單越自然越好 我曾經丟失我的戒指 它是我的家傳之寶 我到處找都找不到 晚上我向我的潛意識諮詢 我睡覺前向它說 你什麼都知道的 你知道戒指在哪裡 你現在就向我顯現戒指在哪裡 早上睡醒 我耳朵好像聽到有人跟我說 去問羅伯特 我覺得很奇怪 我為什麼要問羅伯特 他是個九歲的小孩子 然而我也是照著直覺去做 羅伯特說 是呀 我在跟小朋友玩的時候 在院子裡撿到的 我放在屋裡的桌上 我想他不太值錢 所以就什麼都沒有說 如果你信任潛意識 他總是會幫你忙 解決你的問題 有一個經常來聽我課的年輕人 有一段特別的經歷 他的父親去世 沒有留下遺囑 但是他的妹妹告訴他 父親曾經向他透露過 他的遺囑已經合法生效 對大家都公平 但是他們始終不知道遺囑放在哪裡 這個年輕人在臨訓前 對他的潛意識說 我現在把這個問題交給你 你知道遺囑在哪裡 你會向我顯現的 然後他就睡了 嘴裡還不斷地說 回答我 回答我 第二天 第二天他起床之後 覺得有一個不可抗拒的預感 要他去洛杉磯的一間銀行 結果在那裏的保險箱裡 找到父親的遺囑 正如他父親說的 對大家都公平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你的思想在睡覺前 會啟動你內在的潛意識 如果你想買一間屋 或者做一筆股票交易 或者搬屋等等 你就這樣做 靜靜地在椅子上坐下 記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規律 作用力就是你的思想 潛意識就是反作用力 這是他的本能 在尋求他引領的時候 你就簡單地認為 你內在的潛意識 有著無限的智慧 總是可以幫到你 他是全能的 無所不知 你的決定肯定會正確 因為你是受迫去做正確的事 我在這裡用受迫這兩個字 因為潛意識的規律 是強迫性的 內在受引領的秘密 就是從精神上 將自己交託給肯定會有的正確答案 直到你發現你在這裡做出反應 這種引領是一種感覺 一種內在意識 一種強烈的預感 好像知道所有知道的事 你已經啟動了這種能力 知道怎樣行動 你不可能出錯 因為你內在的智慧是受支配的 你會發現你的做法 總是會讓你愉快 會一帆風順的 要點 是潛意識決定了所有偉大科學家的成就 長期關注某個問題 潛意識就會為你收集所有信息 而且向你展示一切 如果你有問題要解決 先從客觀上分析 通過研究或者他人來收集各種信息 如果找不到答案 在臨訓前將它交給潛意識 答案肯定會有 不會落空的 並不總是一下過去就會有答案 但是每晚要堅持這樣做 相信會有答案的一天 感受問題解決之後的快樂 潛意識會對你的感受做出反應 任何想像的畫面 只要堅持和相信 潛意識就會為他努力 而且會產生奇蹟 潛意識是你記憶的寶負 它記錄了從你孩提時代起所有的經歷 潛意識可以幫助考古專家 恢復古書卷、化石、妙語等等的傳茅 想分前將問題託於潛意識 只要相信答案就會有 但是你不可以有任何疑心 如果你的思想是智慧的 你的行動和決定也會是智慧的 受引領是一種感覺 一種內在意識 一種觸動 一種強烈的預感 好像你會知道要知道的事 就跟隨這種感覺 就在一點也會不會讓你 受引領是於潛意識的 正門的寶貝 手,手,手,手 手... 你的寶貝